Naleo聊事記 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Naleo 今天來看無法預學衝突 阿拉伯地圖喔 這場比賽是 YO對上Minchester 把YO選到了蒙古人 蒙古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打野的時候 吃這個野味 獲得肉會再更快一點點 所以他這個彩肉速度極快 前期很適合打這個裝甲 裝甲轉肉 或是專家打工兵 都是一個很適合蒙古的前期策略 中後期可以打大落馬 跟打蒙古途徑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蒙古人的草原騎兵 是有血量加成的關係 所以蒙古人 城堡時代初期 也蠻適合打草原騎兵報的 最後他的工程器單位 有精冠科技的加成 移動速度特別之快 可以選擇出大衝車 或者是重型投石車 都一番奇效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紫色 這邊喬治亞選擇的文明 喬治亞這邊的文明 他的特色是開局會給一台羅車 這個羅車是取代了採晃地 跟伐木場的功能 那他也可以拿去放這個野味 放這個駝鳥肉也可以 那之前喬治亞 是有這個經濟減少的一個問題 但是在新版本中喬治亞 已經沒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他的打法 前期會再更流暢一點點 那中後期呢 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強化教堂 增加一下這個資源採集的速度 所以喬治亞的人現在 雖然莫拉斯帕沒有這個五隻 就可以加一共傷害效果 變成七隻了 七隻莫拉斯帕才會加一點傷害 最高可以加四點 但是前期的這個經濟補正的關係 所以他的節奏會比以前更好 那在單挑時不太容易會出現那種 前期被搞就爆炸 有點像是以前哥德的那種問題 那現在喬治亞的人也可以打馬功 雖然他沒有拇指環 但是喬治亞人的馬功 還算是可以打的 有三級色 像道德一些職業選手們 需要到馬功的情況還是會出的 喬治亞本身是有火槍卻沒有火炮的文明 所以中後期有遇到大量步兵 也可以轉出火槍做應對 整體而言喬治亞我個人認為 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 我選擇打法 那這邊YO呢是選擇了 打一個十五村 然後這邊準備要點封劍時代了嗎 最近看到的極速蒙古 都是十六十七匹升級的方式 非常之快 好這邊打算打十八匹 結果打十七匹的是喬治亞 哎呀 結果這邊預判錯了 喬治亞比蒙古還要快 OK做了這個鹿肉全部吃掉 好喬治亞這邊按了一個軍營 沒意外的話這邊會轉一個肉碼開局 小治亞是肉碼開局 YO這邊可能會選擇 欸 這邊還沒放軍營喔 好這隻村民還被干擾 軍營沒有辦法正常蓋 這裡把村民圍起來一下 稍微守護一下自己 好圍死圍死 我們叫自己肉碼回來救 好 但是對方封劍實在 肉碼攻擊加兩滴血 兩滴的關係 所以剛剛肉碼有點打不太贏 好這裡馬上補下了馬就 但對手的馬就 已經出了第一隻肉碼 好 YO點下了一級農一級伐木 打一個偏農的開局方式 這個打的話我也比較喜歡 因為蒙古人呢 他的經濟加成 只有前期的這個吃野味加成 如果沒有專注在這個經濟科技上 很容易這個越打越烈士 畢竟他中後期蒙古圖技 跟大量的草原起兵 也是需要吃一大堆肉的 所以蒙古人呢 還是要走一個偏開龍的打法 會比較適合他 那當然喔 Viper也有嘗試過 這個單TC打蒙圖爆 我影片結尾會放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單TC打蒙圖的 效果是如何 那你有多少手術才有可能打得起來喔 OK 那看到這邊喬治亞人是4TC喔 喔不不不不 4隻肉碼 4隻肉碼 加上初始的一隻喔 加上總共5隻 好這邊 Viper 不是Viper YO YO這邊是轉了一隻槍兵 這個Viper 怎麼會突然講出來呢 看來最近是有點想念他了 好 YO這邊是肉碼沒有按 這邊槍兵可能要再按個幾隻喔 不然這裡可能會硬上 也說不定 被硬上的話就有點尷尬了 因為這個牧場血量會掉很快 好這裡槍兵兩隻 肉碼兩隻 應該是兩隻兩隻就差不多 這兩隻空得好走進去 結果被射個幾下 殘血直接抓掉一隻落單的農民 哎呀 這個就是 溜落嘛 好 那你這邊不收村也會很尷尬 收村的話又會傷經濟 因為你收村村民就沒在工作 那你不收村的話又會被打 這個是Winchester這邊打的一個很好的細節 而且還有抓到一村喔 這個戰果已經相當不錯了 雖然五隻肉碼換一隻村民 感覺來說不是那麼的划算就是了 好 下方這邊再有一個小打洞下 看起來喬治亞人是已經 要來準備打城堡實戰的兵種 沒有再出更多的兵力 那YO這邊是要轉草原奇兵的樣子 雙馬就 然後農田來到了十六片田 暫時可以按個六隻 主要的草原奇兵喔 然後也不會斷村喔 那這邊就要看要不要開TC了 但YO這邊是賣石頭上TC 上城堡時代的關係喔 所以待會TC要補的話 一定要用買賣的方式喔 好 兩邊都升到了城堡時代 YO這邊轉草原奇兵 做一個鴨子 YO的草原奇兵 而且已經點下了品種 血量98D血 非常的優秀 這個體質 跟沒有品種的騎士血量只差兩滴血喔 而且攻擊力這邊點了一攻喔 也是十點 而且還有一點的射程喔 但是他的鎧甲沒有像騎士一樣那麼硬喔 騎士天生雙兩防阿 那草原奇兵只有天生一點遠防 連近防都沒有 所以打草原奇兵呢 可以用這個槍兵 或是騎士正面硬打 那如果你用騎士硬打的話 這個草原奇兵有一點射程的關係喔 要特別注意喔 可能會被對方受操作喔 OK 那這邊兩邊都點下了輪軸技術 跟跟蹤技術 哇 這個點的時間都很早 大家的想法都很像 點跑速 還有這個跟蹤技術 好 敲治亞這裡 並沒有開下城鎮中心 反而是先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待會就可以來招享草原奇兵 而且這邊還可以增加 這個範圍裡的村民的採集效益喔 好 這邊轉了兩隻騎士 喔 四隻騎士喔 待會這邊可以撿生物 但是歪貨這邊出草原奇兵喔 被招享的話 不像一般騎士這麼傷喔 因為一隻草原奇兵只要40塊錢喔 騎士是75塊 快要是雙倍草原奇兵的黃金價格 所以 YO呢 這邊可能會繼續出草原奇兵 去壓制對方的僧侶也說不定 好 這邊看到僧侶過來 招享 欸要不要招前面喔 哇 好像慢人一拍的樣子 這個僧侶最後沒有招享成功 好 這邊想要把 騎士給圍起來 但意味著 把自己圍起來 來這裡的村民可能也要全部死去囉 欸 結果有兩隻村民走出來 最後死傷 來到六隻村民 YO只剩下32村打39村 村民宿稍稍有點落後了 那這邊如果要買100石頭開農的話 這裡也是有點傷經濟喔 但不得不說喔 這個就是草原奇兵的優點喔 真的買100石頭也不會說到完全不能出 草棋喔 畢竟只要40塊錢 OK YO這邊是繼續出草棋 雖然來到了12隻 喬治亞蘭這邊是直接鬼轉 生鋁爆 好 先爆些生鋁 穩住一下家裡的形勢 現在我村民有優勢 先穩穩農一下 雖然我沒開TC 但待會兒 就有機會回去開喔 那現在不是司機 木頭太夠 好這邊草原奇兵 這邊打木牆速度非常快 小治亞蘭這邊是有意識到 那YO應該會再多次嘗試進攻喔 好 YO點下了前程科技 這樣就可以稍微抵抗招翔的效果 好 這邊搓木牆 這裡要搓進來了 好 好處搓 直接走進去 那這邊招翔應該不會斷了吧 還是要挽回啦喔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不會想挽回啦 然後這邊為死 他就一定要跟你正面對打 那明確斯特這邊是不想要跟對方直接做個交換喔 畢竟生鋁是比較貴的 草原奇兵的優點就是便宜啊 好 這裡看一下 草棋上去 一戳 戳掉了一隻生鋁 那現在一隻生鋁要打五下 草原奇兵是稍微有點吃力的狀況 好 這邊解決掉這隻叛徒 後面的生鋁 所以最後有兩隻活了下來 好 終於補下了城堡 那只有城堡之後 大概就可以轉出莫娜斯帕了 那這場比賽呢 也是這個TC爆 誰的TC先被戳爆 誰就輸了 那我不確定這個比賽 到底能不能開TC了 好像是不能開的耶 因為畢竟每個選手 都沒有去開下額外的城鎮中心 都是單TC打到底 除非是那個開局給額外的TC 那就另當別論 這個比賽應該是這樣子沒錯的 不然照理來說 YO這裡應該會去開TC才對的 但是兩邊都沒有 這裡本來可以補TC 這裡也沒有補TC 這裡也沒補 這裡沒意外的話 兩邊都一定是要單TC 難怪Minchester這邊前期要打這麼激進 要讓自己的騎士送掉 也要擊殺到村民喔 那確實這樣 有擊殺到村民的情況 這個雪球就可以越滾越快 那這邊可以看到 喬治亞人的經濟 應該是稍微領先YO的 大概贏了一兩百資源而已 這只是稍微領先 那大家也會選擇說 為什麼喬治亞這邊 明明剛剛領先六村 卻沒有贏YO那麼多經濟呢 是因為YO這個是一個經濟型打法 喬治亞人這邊是有出兵 壓制的 而且前面出了太多肉拿 這個發展的速度會有點太一樣 而且蒙古前期的吃肉 這個採肉的效率 其實是非常優秀的 所以會稍微補正一下 這個蒙古前期的劣勢 那他中期的話也不會到非常差 有點持平 但是越到了城堡賽30分鐘之後 蒙古跟一般的經濟加成文明會越拉越開 會越拉越開 所以現在是喬治亞人 開始慢慢壯大的實行 這裡喬治亞點下了二房 喬治亞的莫納斯塔 騎兵單位近戰防護率天生是三點 點下了兩房之後 就是近戰五點 遠防四點 非常的硬 那有人會把他送為小貴族鐵騎 小鐵騎 好這邊要打嗎 現在有加一攻的傷害 然後再加上七隻的莫納斯塔 加一攻的效果 所以是12加2 好那數量越來越多囉 來到了13隻 好再一隻過來 攻擊力就要再加1 12加3 攻擊力就要慢慢起飛了 這裡還在繼續追逐 好莫納斯塔 好過來了 12加3 攻擊力總共提升上去 哇這個總共是15點 現在 打這個 YO的草稀喔 一下就是14的一血 現在有異防 所以草原騎兵 要打的話很難打的贏喔 近戰有5點的防護力 草原騎兵現在是10點的傷害 打下5滴血 好 但是莫納斯塔的血量其實蠻少的 這就是5滴血 但其實也跟蒙古的品種 草原騎兵是差不多血量 所以跟他 千萬不能正面硬尻啊 一定要趕快打帶跑 或是要轉駱駝才行啊 好不然轉蒙古圖技也行 蒙古圖技的話問題是 這個時間點很難成形 到地獄世代要點三級射化 選蒙子環 彈道 選安邪人戰術 很多科技要點 還有精銳蒙圖的科技 也要升級 才能很好的成形喔 所以蒙古人這裡是 最容易一波倒的一個情況 但還好現在 兩邊都是只能打一個單T系的狀況 所以蒙古人這邊可以慢慢屯蒙圖數量 反正我慢慢屯對方也不會去偷經濟 什麼多開TC 開農 頂多就是強化教堂 一直蓋一直爽而已 好 那小家人 在前方補下了一根新的城堡 準備來升到帝王世代 這樣子對YO來說是相當危險的 對手已經瀕臨城下了 對手如果可以屯一波五台巨頭的話 可以瞬間秒殺城堂中心的 所以YO可能會被打給措手不起 這場比這個系列上來說的話 這個打法是還蠻常看到的 上帝巨頭拆城堂中心 這個打法是很常見的 好 YO補了一個射箭長 這裡蒙圖射到兩隻村民 好 但是對手 明確實這邊是繼續 在這邊蓋城堡 沒有想要理 好 這一坨蒙圖嗎 還是有萊圖過來 十隻莫達斯帕 對上八隻 蒙圖 蒙圖的話 應該是打不贏的 好 看這裡好像錯過了 他可能以為往後走 看這邊已經遇到 好 這邊遇到的是騎士 哇蒙圖這邊拉達 拉得還不錯 血量只稍微扣了一些些 好 帝巫師帶還有 五十四秒 YO的帝巫師帶更早一點 好 拉了幾隻草鞋過來應戰 好 這邊又要繼續打了嗎 對於莫娜斯他數量有點多 二十六隻 哇這攻擊力直接起飛啊 加三點傷害啊 十二加五 好 蒙圖現在數量來到了十六隻 這裡野外有十隻 家裡再繼續慢慢按 好 現在是雙城堡 按蒙圖了 那蒙圖需要 木耕金喔 所以現在 伊森帝王之代 要趕快把這個 木耕金喔 留給巨型頭司機 先不能再花木頭了 現在木頭很缺 好 巨型頭司機 趕快出趕快出 兩個 喔 結果這個是先投資了 金銳升級 完了完了 這邊蒙圖數量被敲掉了一些 死了三隻 剩下七隻蒙圖還在野外 好 可以城堡喔 賺到幾隻莫娜斯帕 現在莫娜斯帕的數量也慢慢成形喔 34隻傷害已經來到了最高點 只要把所有的莫娜斯帕舉在一起 加四點的紅利喔 可以一次獲得 好 好 這邊用著搶的方式 著搶到了幾隻莫娜斯帕 但是所有勝率直接倒地 這裡蓋城堡能夠蓋起來嗎 喬治亞這邊應該會 神命硬開戰喔 因為這裡只要打到村民 或是打到巨型頭司機的話 都是大賺喔 而且蒙圖這邊直接正面硬扛喔 導致蒙圖數量下降很多 那只要一直減少對方的蒙圖數量 喬治亞人這邊的機會就會大贏了 勝率喔 就會大幅上升喔 好 YO這邊是點下了三級射 那二級伐木還沒有點 所以木頭非常缺乏 好現在把所有的村民都拿去蓋這根堡 但已經放棄了 因為巨型頭司機已經在攻城了 村民宿現在是四十村打六十村 YO這邊的村民宿剛剛被喬治亞人 賺了一個動靜啦 吐個一波喔 這個前面的村民好像也是有點慘 地上都是這個點一點的 都是屍體 OK 喬治亞這邊是繼續產巨型頭司機了 知道真的是要一次產舞台嗎 但是現在如果一次產舞台去拆後方的城鎮中心 也不定能拆得掉 因為蒙圖的傷害打工程器是很高的 還是需要更多的掩護才行 好 但喬治亞的目標還是很明確 就是產巨頭 好 YO這邊花了血點了 金銳點下 花了血點下 三級射點下 傷害就會來到最高 十二點的傷害 再來就是 數量成型 就OK了 好 跳治亞這邊也是點下 金銳莫娜斯帕的升級 好 我要讓兩隻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這個巨型頭司機 蒙圖前線 好 那我錢點一下 這個是點巨頭嗎 這個怎麼有點醫藥 是不是沒有控好 哇 這看起來是沒有控好啊 直接扛了城堡傷害還被招強掉 好虧好虧 哇 這裡有點尷尬 經濟都被控制住 蒙古 這個文明不能開農 很尷尬 綁手綁腳的 沒有經濟加成 中後期很難受 不打經濟一流的蒙古 打強軍事就會變成這種畫面 要強也搶不太起來的感覺 要農的話也是也農不太對手 好 雖然蒙古擁有最強大的UU特性 但是 要成型 真是很難 好 這裡有兩個城堡 用一個火力交叉的效果 這裡喬治亞人 數量 開始有點少少 哎唷 這邊直接點掉一台巨型頭司機 精銳蒙圖傷害非常優秀 數量來到20隻了 現在有20隻的蒙圖 就可以瘋狂拉打 輸出會非常的優秀 好 這邊直接裝了一個小洞 喬治亞人 直接 想要直接硬吃掉嗎 但是 莫拉斯帕的數量越來越少 三攻剛剛也沒有好 就直接開掌了 那為什麼喬治亞這邊的 莫拉斯帕要往前呢 是因為要保護後方的 三台巨型頭司機 因為這邊蒙圖可能會直接硬點 硬點的話 是可以點得光這些 巨型頭司機 巨型頭司機還想再抖動 好啦 結果最後三台巨型頭司機 都被點掉了 但是 YO也少了一棟城堡 好 兩邊都是兩敗巨傷 但是YO這邊更慘 村民樹又下降了一點點 村民樹剩38村 對上67村 強軍事的蒙古 雖然有蒙圖 但是沒有經濟 那Minchester這邊 村民樹還是零星 快要來到了一倍了 好 補下第二根城堡 YO這邊要繼續面臨更多的 曹茲雅的莫娜斯帕 好 莫娜斯帕繼續出 沒有打算要轉戰毛病 好 外奧這邊很謹慎 還是產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看一下狀況 上高地 這邊要架起來進攻 OK 上高地架起來 蒙圖帶這個高地做防守 現在村民樹還是有點少 先把一些資源 換成這個金根木頭 要繼續生產蒙古圖技才行 現在數量有點少 16隻而已 至少20幾隻的數量 才會給對方有極大的壓力 好 那喬茲雅這邊是點下一擊射 增加一下這個城堡的射程 那喬茲雅的特性呢 也有這個 低打高的時候 對方 如果我們在高地的話 有這個傷害 建築減免 所以喬茲雅的城堡 會看起來特別慘 但是YO這邊有三高地 所以這個效果就被削掉 兩邊都是高地 所以就不會有減免效果的感覺 好 YO這邊是轉出了一些僧侶 加上蒙古圖技的一個打法 這個打法非常吃手術 兩個主要軍隊 主要編隊 好 這裡趕快招 後面的還有一隻僧侶 在CD 所以不能招強 正面的莫拉斯帕 往前頂掉了巨型頭司機 後面蒙屠數量只剩下14隻 這14隻要是再被打死的話 可能就要結束了喔 但是蒙圖這邊拉打得非常漂亮 YO這邊細節做得還是很好 然後這兩人 這邊村民術已經來到了75村 打35村 領先YO一倍的村民術 好這根城堡 最後還是蓋到頭破血了喔 村民術剩34村啦 好 YO這邊的黃金有點少 只有五個人在挖金礦 把金礦在左邊這個區域 那待會左邊還有這個金 也要去找機會挖一下 但這邊要先把這個區域給控好 自己的附金在這 好這邊再往前 嘗試點掉巨型頭司機 巨型頭司機又再被點掉了 好這兩人這邊顯得有點尷尬 雖然莫拉斯他打算命很強 但是巨型頭司機很容易被點掉 好那如果要讓巨型頭司機有足夠的輸出時間 莫拉斯他的數量也要慢慢多起來才行 不然就是人轉硬轉戰毛兵 好這裡點一下二級射 城堡射程越來越遠喔 YO繼續再硬點巨型頭司機的話 看起來會付出更多的蒙土的數量 好現在是十二隻蒙圖 YO的寸數還是很慘 好像越拉越開了喔 現在一直有點斷出的跡象 城鎮中心的閒置來到了9分4秒 強軍師打法 再來 點掉 哎呀這個點掉蠻猛的 真是硬扛著城堡傷害 但喬治好像也沒有非常care自己的巨型頭司機被點掉 反正點掉我再繼續照 總有一天可以把你這根城堡給磨掉的 鐵許磨成沙 鐵許磨成針 不是磨成沙 磨成沙好像有點太猛了 好 蒙古人點下了草藥治療 這樣就可以讓蒙圖進駐城堡 進行範圍補血 大量同時補血 好這裡莫拉斯帕要往前了 趕快往前 這裡巨型頭司機繼續輸出 但是現在莫拉斯帕數量不太多 這裡稍微抖動一下 躲一下 躲一下 再躲一下 好這裡要上了 這裡要硬點 巨型頭司機又被點掉了一台 後方的城堡血量還有1100滴 這一台巨型頭司機又出來了 繼續進攻 那這裡吵架人 是不要再往後退會比較好的感覺 因為再往後退 巨型頭司機可能又會再被點掉 但還好左邊這一波繞幹 四隻莫拉斯帕往前衝了 正面的蒙圖還在拉達 後面的城堡只有兩隻臭名在修理 好比蒙圖拉達打得很漂亮 但是YO受不了了 終於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喬治亞人拿下比賽這裡 哇 YO這一把單TC爆猛圖強軍式打法 確實有viper那種味道 但是蒙古的問題 中後期還是經濟不太行 一定要開農才可以 好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怕是由喬治亞人拿到了4萬6支援 你能快要1萬 雖然YO有4勝物 但最終還是沒有辦法拿下比賽 村民數差距有點多 那YO最多的村民都是死在在蓋城堡的村民 這邊死一波這裡也死一波 這個是各種有漏洞 但沒有辦法 蒙圖的操作需求手術就是非常快 你不控蒙圖的話蒙圖送掉 你也要直接打GG 所以蒙圖爆單TC強軍式的打法 是非常操作手術的一個玩法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歡迎分享 請記得幫上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